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爸都生病了 我知道了 这次又是什么病 爸的病是真的 他没有骗你 我怎么知道 这又是他的什么把戏 方之友 就算是真的 跟我也没关系 你怎么能这样 我怎么不能这样 他一次一次欺骗我 你让我再怎么相信他 难道你就没有欺骗过我吗 爸生病这件事 还不是你和他一起瞒着我 你这样和许越人有什么区别 你凭什么生他的气 我和许越人的事你少管 你以为我愿意管 我还不是怕没人要你 你 依然 贺总 和大家说一下 从今天开始 许越人不再担任方总助理的职位 由 于晴代替许越人 贺总 这是行政部的工作安排 你说过会服从的 后悔了 没有 好 从今天开始 你接替于晴的工作 谢谢贺总 我一定会用心做的 方总 你对我刚刚的安排还满意吗 我先送施宇回家 有事给我打电话 一人姐姐 没事 快跟你哥回家吧 乖 去吧 都干活吧 一人啊 你 还是这个地方视野开阔 一人 谢谢你啊 上车吧 方总 你简直太差劲了 你干吗去啊 我走回家也不愿意坐你的车 夏迪 我们能谈谈吗 不能 夏迪 你说得对 真相还是谎言 应该由你们自己来选 我骗了我最好的朋友和最爱的人 我是自作自受 你和方哲友怎么了 我们 算了别说了 我不想知道 对不起夏迪 对不起夏迪 那我先走了 等你心情好一点 我们再聊 不用聊了 我要去酒店闭关两个月 如果顾博再敢来 你就帮我把他打出去吧 夏迪 你 你不用 你不用这样 那你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吗 那你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吗 夏迪 我不是为了你 我是不想见到你 我只要你 你不应该要去哪里 我不是想要去哪里 我不是想要去哪里 你明天 你心情的